就來看一下我們的獨家 張少涵 張...張少涵還是張少涵啊 張少涵嘛對不對 其實我這個問題已經探討很久了 每次都念出好不好 張少涵呢 其實有一陣子沒有看到他的音樂作品了 不過呢 聽說他最近轉行了 去當極限運動的運動員 他來挑戰的是 杜拜跳一萬三千尺的高空的跳傘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怎麼做到的 誰敢啊 這電影中心血一日而下的畫面 真是人生中有人要來挑戰啦 不是你啦 是C.I.V I like how it feels 他日前到杜拜參加朋友婚禮 順到報名參加當地最好 從地標蹤旅島上頭五萬三千尺高空 跳傘的挑戰 光看著畫面知道有多刺激 難道在上場前都不會緊張嗎 這是我的家嗎 你今天要做什麼 跳傘 你為什麼要跳傘 我為什麼要跳傘 我為什麼要嘗試什麼 比普遍的 就像去購物 我為什麼要跳傘 我為什麼要跳傘 你準備好了嗎 興奮嗎 看似柔弱他 原來是鐵娘子來著 鐵娘子來著 你看我也在看一次被推出去的瞬間 還是會腿軟 Volalai給我一個擁抱 Volalai,夢想給我撐藥 Volalai,現在就擁抱 向前跑 敢作自己我最早 歡迎回來 你們好嗎 沒時間要擁抱 你喜歡嗎 是我的第一次 不過牠是處女跳全球五分多鐘 就花掉台票一万四千多元 算下台湾服帽唱片 合约纠纷期间 因工作量大减 半年多来最常听到的 就是她在周游列国撒钱散金 一月闲到巴黎国三十岁生日 二月又带弟弟妹妹和密友 由骗伦敦米兰罗马福尔伦斯 两趟欧珠行就攀掉两百七十万元 如今再加上杜拜重生之旅 据说机票旅费又十四万了 红果的新闻花钱容易 合约难解物吧 好 希望Angela 合约可以赶快顺利解决 然后可以有新的音乐作品 接下来是我们的明星